香脸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香脸相亲 调五脏 放心国药 葛红药膏 本来没有葛红桂龙药膏联合冠名播出 天上勾勾云 地上雨淋淋 接着个什么事 大哥来相亲 那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大哥 已经离有二十多年了 现如今要为自己寻意良人 好好体会一下为人夫的甜蜜和幸福 这不吗 联系了我们的红娘珊珊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 找到心意的另一半 大哥也说了 就想找一个 能踏踏实实和他过日子 帮他一起照顾老妈的女人 相亲主角张宝海 吉林世人 在岗职工 月收入九千元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儿子已婚 有三套住房 张宝海离婚已有二十多年 之后一直带着儿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如今父亲去世 儿子也已经结婚成家 只剩他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本来单身男人的日子就不好过 这还带着老妈 张宝海真的是 顾得了外面就顾不上里面 咱屋屋是平常不太收拾吗 咱没收拾收拾人家说来相亲了 屋屋丑得有点乱走 我跟你说 平时也就这样 我没有时间 我得天天去上班 我哪有时间收拾这玩意呢 老太太说平常也这样 平时也这样 就我收拾大脱步我拿不动 喘就搁那小那橡胶脱叉 心脏不好主要的 那您平常和老妈在那屋 对啊 我跟我老妈在一个床 你怎么整啊 万一她晚上有什么风吹小洞呢 看着点得 对啊 我不看着能行吗 所以说没有办法 要啥说 王山我在哪 我都得领这个忙 知道不 嗯 对我山上的无所谓 对我妈不好 我坚略不着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她八十多岁了 还能跟我活几年 就她跟我活二十年 我当儿的又能怎么样 我就尽到我的孝心 就得了 我就心里找一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能经管家的 主要是经管家 我干不动了 我也不能干好管 得找个失败的 嗯 她的负担太重了 再一个呢 我就寻思 我离婚这么多年 二十五年了 我就寻思 我找一个 对我山上都无所谓 我想找不 我也想找 万一你对孩子不好 再给孩子一次伤害 我做一个父亲 我更对不起孩子 我家孩子从生下来那天 包包洗戒子 都是我管 我家我儿子 从生下来没吃过 蒙鲁一口 都是我 哥 奶粉味大的 再一个我家孩子 也跟我说了 爸爸 你找一个吧 稍稍给我点母爱 我会好好报答他 我说儿子 我说为了你 爸爸不找 一点母爱都没有 从生下来那天 他都没吃过蒙鲁一口 他哪来的母爱呀 他都不认识什么 到现在 俺家我儿子 都不认识他亲妈 啥呀 知道不 说实话 我说这话 我都会不能掉眼泪 知道不 作为一个母亲 是很美大 所以说 就这些事情 太要么伤感 我看咱还养着小狗 要么一个人 在这屋里害怕 咋害怕呢 嗯 舒静啊 太舒了 当年离婚的时候 是老妈帮着张宝海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带大 所以现在张宝海更觉得 要好好孝顺老妈 即使是自己不擅长的事 只要是老妈喜欢 她都想方设法的要做到 做老太太中午吃的饺子 啊 你给包的 啊 我给我老妈包的饺子 啊 这个饺子 这是啥馅的呀 韭菜馅的 韭菜鸡蛋的 韭菜鸡蛋的 嗯 这包子是 萝卜馅的 萝卜馅的 啊 挺好啊 也做得挺好的 啊 早晨我给他下袋 方便面 我俩鸡蛋 啊 还我俩鸡蛋 啊 你他里头还放点沫儿 对 放点沫儿 啊 这是昨天我给他煎的带鱼 啊 你煎的 炸菜炒肉 啊 煎的带鱼啊 嗯 啊 这是炸菜炒肉 现在老母亲年纪越来越大 张宝海自己也老了 既要出去工作 也要照顾老妈 越发的力不从心 加上单身多年 他也很渴望家庭的温暖 这才鼓起勇气想找另一半 而他的要求也非常简单 只要本分过日子 能接受自己的老妈就行 喂 阿姨 喂 喂 我在这儿比你十二十分钟呢 嗯 你在这儿呢 我们在这个检查口这下头呢 哎 阿姨 穿黑色一帮 哎 这儿呢这儿 阿姨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等好长时间了 好 相亲对象 董燕 55岁 长春世人 李毅 有两个女儿 帮女儿打理生意 有一套住房 不负担 我给你打电话 跟住在哪儿啊 跟住在哪儿 叔叔 你好你好张叔叔 我我我 挂了吧挂了吧 你好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 你好你好你好 刚到这儿 我刚到这儿 刚到这儿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是董阿姨 你好 董阿姨 行 走吧 家里面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 一站地是不是 挺近的 一站地 一站地就到了 好 行 你冷不冷啊 没事没事 不冷不冷不冷 不行我给你买点 有用 我有些 你干啥呢 我家吗 没事没事 没有女人医人 没事我先走 再有医生就是我老妈的 没事 帮我来的 没事没事的 真不冷 你这人也丑了 也是一个本分的事 但是就是没有艳员 我这人要求就是 各方面还是很高的 就是颜值啊 和气质 这方面还是 占主要的 嗯 这俩人刚一见面 张宝海就出师不力 演员这关就没能顺利通过 但是通情达理的 董燕大姐 还是给了张大哥机会 决定和他继续往下唠唠 我呢是 85年结婚 完了呢之后呢 我前头的媳妇呢是 怎么说呢 那时候在国企吧 这么多 多少钱 完了之后呢 89年我俩就分手 分手了之后呢 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你就把我孩子给我就行 我儿子从生下来那天 我就开始包包洗戒子 这天不容易的 我别人谁都没有 一直跟我到四岁半 他妈妈提出离婚 我说我别的什么都不要 咱说实话那时候呢 穿金带银 我媳妇满身都是 应有尽有 我说别的我不需要 我说你就把孩子给我留下 就是这样的事 所以说呢 我一直 从生下来那天 一直到现在 到他结婚成家了 我不管他 工作上他有点事业了 我不能让他不学武术啊 我这么长时间我才寻找他 我就寻找他 哎呀 我的婚姻啥样都无所谓 你说我找一个 对我啥样都无所谓 对孩子不好 你相爱 对 孩子再缺少母爱 孩子小的时候确实得考虑这方面 我于心不忍 所以说我就干脆 我一直拖延到现在 张宝海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二十多年来 一直没找 是怕儿子受罪 可现如今儿子已经成家 年迈的老妈又成了他最大的步履 成家后要带上老妈一起生活 这一点董燕能接受吗 我跟我弟弟说猫胎 我弟弟没有了 我上边一个姐姐姐姐也没有了 现在我下边还有一个妹妹 唯一的只能是我领的我老妈 我领的我老妈 我领的我老妈 但是我老妈也不需要我少 就是打个针吃个药了 他有离休金 但是你家也得有个人 他有离休金 他必须得有一个人照顾 所以说我就是说 我一般的情况下 我要不跑远门的话 在吉林市或者长春 或者沈阳这一带 我都能回家照顾 平常嘛 我老妈就是啥的 不会做饭 我不在家吧 我早上给做饭了 晚上回家给他做饭 中午呢 我说你愿吃啥 点点外卖 让饭店给你送来 还会点吗 会 哎呀这还挺时尚的呢 一般的这个年代都不会 没有招啊 我老妈都说了 那你看我儿子都不在家 再没个儿子的媳妇 谁能管我 所以说我说你就 有生之年 你就自己照顾自己 你没看今天到家去 你没进离屋 那医生啥的 我回来的医生我都没洗 我准备洗 床单啊 背罩啊 大件医生啥的 都是我给洗 我该管的 我必须都得管到 挺孝顺的 挺好 哎呀 这玩意设计不到 孝顺不孝顺 就说呢老妈妈 帮我养到五十多岁了 不容易 我就是全力以赴的 照顾好 等到她 百年归夕的时候 做儿女的 我没有遗憾 前天晚上打电话说 奶奶冷不冷 我老妈跟她孙说 冷冷怎么办 奶奶 过几天 头周六之前 我给你买空调 我说别了 这有个暖气吧 有 我说按空调干啥呀 他说老爸那不行 我给我奶买的 不是给你买的 他这人吧 感觉真挺好的 对老妈挺孝顺 你看他儿子啊 对他奶奶啊 都挺好的 这方面 他这人品感觉挺好的 张宝海的笑声 感动了董燕大姐 可是感动归感动 董大姐对今后的生活 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的 她的这些要求 张宝海能满足吗 哎呦 这婚姻吧 其实也没有啥 就是 我家那个爱喝酒 我俩没有原则上的问题 所以就是给这女儿子这样的大结婚了 基本上也就是想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因为到这个年龄了 头半生也是 看看看可可可 对呀 看看可可 对呀 也走不过来了 后半生就是想找一个二人世界幸福啊 就是这样的 那不行啊 我得带着我老妈 因为啥呢 八十多岁的人呢 还能跟我呼吸 再说了 我走了 我可以过个二人世界 但是我走了 我老妈谁管呢 我毫无瑕疵地说 什么都可以不包容我 但是必须得包容我老妈 其实吧我对那个游老母亲也挺好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喜欢过那个那种二人世界 说出现旅旅游啊 因为这个年龄的 头半生都是也很辛苦 也很那个 后半生就是想找一个 就是过二人世界出现 那个没有后顾之游的这种 你也别介意啊 这个我不介意 有啥呢 我也喜欢这样 是的 我们一年呢 有一个月的休假期 对 你没有年假是吧 对 休假期呢 你就说出去旅游啊啥 全都各地 有老妈你走不了 这个老妈你不能弄到家呀 我就得领她 对对对对 那是 那不就不是二人世界吗 是 我说这个是 但是咱有老妈咱必须这个条件是在这儿 反正我这个条件不如有 对对对 我理解 我理解 嗯 我不能说咱俩走了 那是 十天半个月 帮我看了一样 这个事我相当地理解 因为等于老的时候 这个无可厚非的 嗯 现在因为这个年龄了 也操老半辈子了 想找一个过二人世界 他也就是说 戳心里里有啥的 像他这种条件也不适合我 嗯 所以就是 也就不能往下再走 就是说 你们为了我 心一到了 我张茂海这个人 我感激你们一辈子 别的我也就不能再说啥 这么远来了 下的雨天这么冷 对不对 我应该感谢你们 我还这句话 我的固定资产 就剩个忙 别的我没有 所以说呢 到此为止吧 行 永远咱们是个好朋友 行行好 挺好的 嗯 有啥事儿你尽管 你上麒麟市来找我 行行行 行 做个好朋友 嗯 对 阿姨 冷不冷啊 不冷太行 好漂亮呀 刚才在那边了是吧 这个地方好像就不太准 对对对 到这块它就不显示了 就不显示了 就不显示了 对对 好 那咱们就像里头 那个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找了一个地方 啊 咱像里头那样 然后那叔叔在里头等着咱们 消遣对象 王叔杰56岁 吉利市人 退休工资2000元 一男孩已婚无负担 张叔叔说这是 这是王阿姨 你好 你好 嗯 行 然后咱们坐这儿吧 坐这儿坐下聊是吧 坐吧 请坐 嗯 我感觉到他没有眼睛 他也不适合我 为啥 不为啥 不为啥 因为什么呢 我这人呢 第一感官呢 就是说 都有眼睛 我并不说你长得怎么那么漂亮 老师感觉没啥见眼儿 你瞅人家没有着急 就一种病态 身体也很健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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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张 我叫张宝海 我现在呢 在中国海人集团打工 我呢 唯一呢 我没有别的 我家里头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妈 我得管 那 那 就是说 前天不是说周日的节目吗 怎么又临时改变主意了 谁也没想到 第二个相亲对象刚一来 就直接了当地扔出了这么个问题 不过这事也不能怪网书记 因为之前红娘曾经给两个人签过线 但是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张宝海却没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 不是说我改变主意了 因为啥呢 头四天之前 我在黑龙江省大庆 我突然滴血糖 人家给我送到医院住院 所以说我没回来 我都表示歉意了 没有办法 我不能说跟这些电视台的人杀我 你看他身体不太好啊 不是说身体不好 就是说冷不丁的滴血糖 他给我昏迷了 就是许德都答案你事情了 整个临时就改变了你 我认为这样的人就是不衷心的不诚 不太就是满意 所以说 反正就是没见面时的印象都不太好 哪倒是 那你说特殊原因我也没有办法 我在医院堂打针 我的本医是想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没什么负担的 我没有病 我就是突发性的滴血糖 就觉得是之前没病 怎么突然就晕到了 就送到医院了 我就实话实说 那天吧 之前也不知道是 你是什么状况 那天没来录节目 反正心里挺不高兴的 今天你看这 人家这个 你谁电视台这个负责人 挺负责人的 又跟我联系 我说那之前都不录了 我说那心里就挺不满意 就算了吧 我一看人家这这么热情 我说那还是过了一趟看看 因为之前我爱人是生病去世的 之前身体也特别好 就是病嘛 接近三个月就去世了 所以说这一点上 就是说对我打击特别大 以后要找另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身体好 一看他的身体就不太好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一种 有点想有病 张宝海说明了自己上次相亲 临时没来的原因 不仅没有得到王淑杰的理解 反而让他对张宝海的身体情况 有了更多疑惑和担忧 对此张宝海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别的病没有 你讲话 你大夫都说了 要不跟你拉医院了 你死你都不知道咋死 他低血糖的人容易死的 他像你这种突发性低血糖的人 全国太多太多了 知道不 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大病啊 这么这么的 我没有 这个突发性低血糖 这个 那你要是 觉得要是你有别的病 突然间你不至于那么重 回住院好几天 哎呀 我回来的时候 你之前吧 说好了 你看说就是那天路紧了 突然之间改变了 我就是因为 哎呀我说这人太不守承诺了 太不守信用了 第一印象给我的感觉 就特别不好 那你要那么认为 我也没有话说 你说说定好的事呢 怎么 你定好的事 我敢愿住院呢 我一天打四 四五袋掉屏 我跟谁说去 不说我承诺不了 知道不 我跟你说我是个男人 我不说我是男女汉 我兔克兔面 我张毛也是个丁 不说把这楼扎坑 我也是个丁 知道不 这就叫男子汉 那我没有办法 我躺院里的 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老妈平常身体怎么样呢 我老妈平常是 主持人她们都看着了 挺好的 自己就大件衣服 我不让她洗 床单被照了 她穿的外衣啥的 我给她洗 那做饭你平常做饭家务呢 做饭早上给做好了 晚上我下班回来 我再给她做 中午呢 不够吃 没办法 自己 打电话上饭店 要个菜 或者要点饭 我退休了 退休了就是 出去旅旅游啦 三餐步啦 就互相陪伴呗 那都可以 但是呢 我做一个职员 我们得六十五退休 那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五十五了 数什么 数龙呢 那你还得有十年退休 对呀 这十年基本上就走不出去 不能出去旅游 她现在没退休 起码还得有十年 我是已经退休了 嗯 就是时间挺多的 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 出去旅游 三十七年号 看看祖国的大河河山 看看风土人情 这个她也打造了 也不能同步 嗯 就是说 暂时不能退休 不能和我一起走出去 嗯 这个 我这人就一句话 行就行 不行 免了 我不谈这些事情 我也不纠葛这些事情 那就是说 我关键就是怕身体不好 就行 找一个身体健康 这也不是说 说 就说你这件事不放 是 心里受到卡 是要不愉快不痛快 但是你这说开了 也知道啥事了 你不要挑剔这些事情 你要是说 认为我张宝海行 咱们就共同地烙一烙 认为我不行 到此为止 你就这么低吧 那就算了 谢谢你 谢谢你来了 不用客气 张大哥呢 就想找一个和他好好过日子的 能够照顾这个家的 可是呢 这理想很丰满 现实呢却很骨感 找媳妇啊 没那么简单 可是呢 我也要为这位张大哥的 责任心和孝顺点个赞 张大哥虽然说相信没有成功 但是呢我真是看出来了 这么多年来啊 张大哥是上对得起老人 下对得起孩子 不管是作为父亲还是儿子 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前20年呢 是既当爹又当妈 含辛茹苦呢 把孩子给拉着大了 现如今呢 孩子是大了 又要守护自己年迈的老妈 张大哥的那句 我的唯一固定资产就是我的老妈 真是令人动容啊 相信张大哥呢 也一定能找到那个懂他 爱他的有缘人 好了 电视机前单身的你 如果被张宝海大哥的孝顺 和责任心所感动 对张大哥有一些心动 那就果断的鼓起勇气 来报名吧 挑五子 放心国药葛红药 本栏目由葛红桂龙药 联合冠名播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乡里乡亲本期遇到的法律问题 赡养费有标准吗 具体标准是什么呢 下面请听律师的专业解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 构成上述关系的赡养 抚养义务人 应依法承担赡养或抚养责任 人民法院认定赡养费的标准 一般从当地的经济水平 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 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三方面综合认定 她经历过两段婚姻 是否仍对爱情充满期待 我再找 至少在一块27年 她为人亲切坦诚 却为何反被认为过于平庸 人不都是那样 平平大乱才是真 她曾经关闭新房 却因何在相亲时真情流露 这次大概得何万年 真性情的王大哥 乡里相亲明天为您播出 辩 日夜交替 斗转星移 辩 是情侣之中 意料之外 打破世俗 拒绝孤单 自由且无所畏惧 不要打 请毫不犹豫 真诚 勾充 倾听 抵达 我是英子 追爱路上 我 陪着你 她经历过两段婚姻 是否仍对爱情充满期待 我再找 至少在一块27年 她为人亲切坦诚 却为何反被认为过于平庸 人不都是那样 平平大乱才是真 她曾经关闭新房 却因何在相亲时真情流露 这次大概得何万年 真性情的王大哥 乡里相亲明天为您播出